最近中國的動態清零 上海封城終於出現很多惡劣的副作用 連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都看不過眼 說你清零歸清零 一定要保住經濟底線 就是要確保有生產和就業 很明顯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是你死我了 本來是一個國家 治理一個社會 有不同的思想和政策的路向 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我們知道 自從這個世界進入工業革命 一個工業革命就產生了工業和資本階級 這些投資在做工業包括做汽車 煉石油這些 是在十八世紀末之後 逐漸成為一個 資本甚至是步伏的階級 而為這些工業家打工的 就成為工人 普羅平民 從那時開始工業革命之後 貧富懸殊 逐漸差距增大 就已經成為西方面對一個 非常苦惱的問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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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